就某种程度来说 中国其实看到这种贸易禁令之后 背后经济的成本 还是中国的民众自己去承担 北京领导人 已经体认到这一层的战略失误 会希望可以慢慢开放 对澳洲的禁令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澳商贸部长的会谈 可能只是个过程 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让中国对澳洲的商品开始解禁 目前跨的领导人 美国 日本 印度 都还没有在习的第三任之后 拜访中国 如果澳洲的领导人 Alpinist可以先去拜访中国 那对中国来说 这是个外交大突破 是变成一个很好的宣传 甚至可以鼓励 其他国家继续效仿澳洲 这就是为什么 12月的时候 王毅强调了 中澳关系长期走在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前列 双方不存在历史人员 也没有根本厉害冲突的原因 另外一个可能会影响 这个Alpinist能不能仿装的变形 是在于说同盟国的立场 特别是美国跟日本 可能不希望澳洲走在这么前端 气球事件 最大的影响是在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澳洲的principles 澳洲的value是跟美国 虽然有相关 但是澳洲政府是要决定 对澳洲的population 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不是对美国最大的帮助 或是美国的population 最大的帮助